齐冬街的日式老宿舍已经有超过70年的历史了 目前有8栋被指定为历史建筑 一栋是诗定古迹 最近有一栋老宿舍整修完成化身为齐冬诗舍 提供诗和诗人的相关活动 在落成典礼上诗人们还当场迎诗庆祝 台湾诗人管管就说 一个国家是不能没有诗的 我曾详信一组小印子盛开 不是很偶然遇见相同的脸孔 在日式宿舍前面 坑枪有力的朗诵现代诗词 他是台湾资深诗人张默 这栋老宿舍花了三年 咬身一变变成齐冬诗舍 未来除了展出诗词相关文献 还要让诗人在这里举办文学沙龙 分享创作心得 这是一棵诗的树 在齐冬间在齐冬诗舍开始种上了 它开始慢慢发压 加了以后这里面发出很多诗来 活动的或是诗的至少呈现 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不能没有这种诗的东西 属于历史建筑的齐冬诗舍 原本是日本官员的宿舍 遍布在台北市齐冬街以及济南路 国民政府来台后变成空军总司令的住所 至今已经超过70年历史 除了齐冬诗舍外 周遭还有另外七栋历史建筑 以及一栋古机完整的修缮保存 齐冬诗舍内部也稍作修改 打通客厅和卧室 并把地板向下拓展 重新铺上榻榻米 提供诗人发表作品 以及开办文学沙龙 旁边的房间则规划展出外文诗作品 以及台湾本土的诗词文化 其实我们一般一场生活 我们立不开诗诗 我们些心事不押韵 很难为的了 但是他们一场生活中 很多他自己不知道 他已经走入诗证 我们很多生活里边 它就有诗诗的味道 伴随着70年的历史 启动诗舍要盖起文学的堡垒 守护传统的诗词文化 并在这里撒下文学的种子